《经济日报》的《投资理财》周刊里面的板块分析 今天是推介小鹏汽车 简选原因是 小鹏11月中在广州车展上发布了 计划在2022年第三季 在中国推出最新款的智能电动汽车G9 G9是内地第一款基于800辅高压6C平台的量产车 未来将会实现在超级充电站5分钟 逐行超过200公里的能力 市场憧憬新车仍将会进一步拉高公司的销量 小鹏11月23日公布了第三季的业绩 期内仍收纳按年大增187%至57亿人民币 大幅超出市场预期的52亿 公司预计第四季的交付 是介乎34,500至36,500辆新车 按年增长166%至181% 同时公司计划自12月起 每月交付就是15,000台新车 市场看法上 摩根士丹利认为 造车新势力 有着可覆盖新能源车 全方面要求的完善生态 懂得将科技实际应用到使用场景 提供高人一等的用户体验 可以跑赢同业 港股当中 该行就是看好小鹏汽车和理想汽车 他们既有旗舰车款 亦都在扩大产品的光谱 有利他们2022年增长跑赢同业 所以就是给予增持的评级 小鹏汽车公布业绩之后 摩根士丹利发布技术研究报告 相信公司估计 未来15日内将会升的概率 介乎70%至80% 维持增持的评级 目标价是$275 该行指出小鹏第四季3.45万至3.65万两 的销量指引似乎很保守 但亦反映了公司对供应不确定的谨慎态度 并且指出公司最近的新订单和职压订单 仍然保持强劲 大和将小鹏明年新车交付量的预测 由9万台上调 超过一倍至18万5千台 加上更高产能利用率 以及更多来自Xpilot的收入 预料小鹏2022年新车的母利率 可以达到2.1% 该行重新公司买入的投资评级 目标价由$209上调到$231 策略上小鹏上星期三职后 直接裂口高开破顶 转个星期升了一成 收报$206.2 由于市况转弱 后市不排除小鹏有补裂口的可能 不妨看$190.5以下吸纳 上网$220,失手$170就要止洩 起来啦